剛剛是第一種 特別注意 就是寫作像以這一題來看 慢慢你們在寫VBA的時候 也要養成一個好習慣 什麼樣的好習慣 第一個 縮排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都會是在FOR跟NESS是同一階 然後這一個裡面的東西就同一階 IF跟N的IF是同一階 裡面的東西又縮排 所以未來建議 如果你在寫比較複雜的程式的時候 要養成好習慣 請你按那個TAB鍵 TAB 這個TAB鍵主要是縮排 一階一階的 這個好處就是你在看複雜的程式的時候 一目了然 你希望不要全部都在同一階 同一階真的看不出來 到底FOR回圈在哪裡 因為有的時候你程式會沒辦法執行 就是有FOR沒NESS 缺這個 它一定是一對的 所以在程式很多地方都是同一對 第二個是說如果你寫完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我的程式 習慣上都還會加上所謂的註解 那這個註解 你會發現我的習慣是 一二三四五 後面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註解的寫錯 基本上 它沒有就是絕對要怎麼寫 這個註解是 要是你自己只是自己看的話 那你就寫自己將來好瞭解就好了 那我的習慣是 我會寫步驟 把那個步驟寫下 那後面的文字 假如說你想要多寫一點文字 你就多寫一點 你如果想要精簡 那我大概就幾幾 主要是寫給你們看 當然自己看也會比較清楚 那你將來回頭來看程式 也會比較知道說 這個程式到底在寫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 我把這個影片放Youtube上面 很多人看了影片 然後發現突然他看懂程式在寫什麼 其實當然不是他看懂程式在寫 他是看懂註解 他以為他看懂 不過有時候有註解 再回頭看程式 也會比較容易理解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這個註解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除非如果你將來是 一個team teamwork的話 就是說你一個team 那當然你要寫給別人看 那當然也是需要的 就是說讓別人比較容易了解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那這個按鈕 請各位就是自己在這邊 插入一個按鈕 上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要增加按鈕的話 就是直接從開發人員裡面的 插入裡面 一個表單控制下的按鈕 那你可以把這個點一下 就點一下 然後拖拉一下 第一個 比如說我要刮火按鈕的話 那我習慣是這邊複製一下 把這個名稱蓋過去 這樣可以少打四個字 然後這個再複製 如果要一樣大的話 可以把這個按鈕 再複製一個 它的大小就會一樣 然後按右鍵 再去指定那個清除 OK 那這樣的話就清除 刮弧自串 OK 那另外呢 我這邊會多一個 一個叫什麼呢 也是刮弧自串 可是輸出 這個地方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輸出什麼 輸出的是公式 那你想說輸出公式 輸出什麼公式 你會發現 跟上面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輸出的時候 流標放上去 它輸出的是什麼 一個完整的公式 那這個完整公式 是怎麼來的呢 基本上就是從 你原本已經做好的 這個公式 拿來做一個 等於是改寫 其實就可以了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 比如說你可能需要 那個輸出變成一個 VPA的程式 產生一個按鈕 但是你又不想要 從頭去想說 該怎麼去撰寫那個程式 因為你已經把那個 你的公式做好了 那有什麼方式 我輸出的時候 乾脆說輸出一個公式 這也是一種 變通的方法 那怎麼做 首先這個地方 當然前提是 你已經先做好 你這個公式 那如果說你將來 你希望把它變成 就是VPA的一個部分的話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從這個 剛剛的那個清除 這個地方拿來做修改 它其實跟清除最大不一樣 是第一個 我把清除複製貼過來 改了名稱 第二個改了後面的東西 其實後面原來 假設你拿清除來改 那怎麼樣把公式 放在我們的這個B欄裡面 特別注意 這邊有幾個規則 你可能需要知道 第一個 你先把你的這個公式 做好之後複製 複製之後呢 特別注意 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如果說 公式裡面 假如說有雙引號的話 如果你把它貼過來 特別重要 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把它貼上 這個地方有沒有 清除裡面這個雙引號 把這個剛剛的公式貼上 再移開 不過它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錯誤呢 基本上 特別注意就是說 公式裡面呢 假如有雙引號的話 請記住 把它改成兩個 一個要變兩個 為什麼一個變兩個 因為 因為 VBA本身 它那個字串就是雙引號 那你公式裡面又是雙引號 會重複 所以它怎麼辦 VBA它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如果裡面公式有雙引號的話 那請記住 先變成兩個 那怎麼變成兩個 那你就有一個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你一個慢慢改 不過我的習慣這樣 如果有很多個雙引號的話 我會先開記事本 然後做什麼呢 把公式貼上對不對 用記事本裡面的取代 把一個雙引號 取代成兩個 這樣子一定不會錯 OK 按全部取代 好 取代完對不對 把這個怎樣 再複製一下 等於是幫我做 因為常常遇到是裡面有很多雙引號 我常常有時候改 有時候少改一個 就會錯誤 OK 那當然你要一勞永逸 最簡單的方法 不外乎用記事本 把它貼上 一個變兩個就對了 好 這樣的話完成 第一個步驟 雙引號 一個變兩個 好 那你做完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假設我切到第二個工作表 然後我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之後呢 你會發現呢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呢 實際上它有沒有產生作用 基本上有 產生什麼作用 你會發現A2對不對 這邊A2 奇怪 這邊也是A2 應該變A3嘛 為什麼 因為在公式裡面 我們這個2的位置 這個2有沒有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 為什麼 因為它往下 你下一個應該要 變成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第二個規則 請注意 請你把那個 裂號2的部分 改成I 但是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把那個I 放進來 因為I 是一個變數 變數不能直接丟到字串裡面 如果變數要放字串裡面 有幾個規則 一 請你把2先選取來 然後 先把它切開來 這個完整字串 那怎麼切 先補兩個雙以號 兩個就變成 切開來了 前面一個字串 後面一個字串 第二個是移到中間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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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串嘛 那串跟什麼串呢 跟變數串 所以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吧 OK 我想 將來撰寫的程式 經常會遇到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你要放一個變數 在一個字串裡面 記得 算一號算一號 AND AND 一到中間加個I 那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在VBA裡面的AND符號 前後都要加上空白 OK 所以再補一個空白 AND前面跟後面 都給它補空白 OK 好 這樣子的話 最後 其實它本來是A2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放個I進來 好規則有沒有 特別重要 這個可能要稍微 稍微記一下 不過以後你打久了之後 這個應該會越來越熟練 因為這些 常做就熟了 所以 也許 因為你們來上這個課 表示公司 希望你們導入 所以你上班的時候 也許你用Excel的時候 只要你寫過了公式 通通可以把它被按鈕 其實你做個五遍十遍 直接你閉著眼睛 你都會了 OK 所以兩個規則 一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二 把裂號改成I 因為這邊有改了一個之後 對不對 請你把什麼呢 後面的2有沒有 也把它改 改其實你不用再改了 把這個範圍複製一下 把這個2怎麼樣 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再移過來 這邊還有個2 一樣貼上就可以了 這邊還有個2 再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會有 總共會有那個4個2吧 好 完成 完成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是不是如我們所要的 執行 結果 那游標放在上面 你會發現 每一個有沒有 列號呢 就會自動幫我去 用I來替換掉 OK 清除 瓜糊自創公式 欸 輸出了 那它跟剛剛這個最大的差別 是輸出的時候 它是輸出一個公式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其實它算是一個 折中的方案 你將來如果說你只是想怎麼樣 快速的把某個公式輸出到儲存格的話 這是一個好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是直接把最後的結果丟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 看到的就是裡面的值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